另外呢还来看到太力台风目前的路径 像有学者提说最坏路径 恐怕呢全台湾都会笼罩在暴风圈 台北内湖瞬间大雨下不停 南台湾墾丁海边也卷起大浪 这一次罕见从西南边来的太力台风 从海面上一边吸水一边倒水 加上强劲西南气流名为刀刃的太力台风 就像刀子一样 可能从西部直接切进台湾 台湾海峡这个正中央呢 刚好整个呢穿过去 是目前按照气象局的这个预报呢 它是从这条路径 所以它最危险的地方呢 就是当这个台风呢 走到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路口 春星台引发学者忧心 依照太力现在路径看起来 有机会像以往几个台风一样 直接冲向台湾本岛 造成严重灾情 但是登陆后暴风结构会被破坏 最怕的反而是插边球 我最担心的情况是这样子 如果说台湾 台风呢 从台湾的西部 一直往北边运动的话 而没有受到地形的破坏 这是我们整个台湾的西半部地区 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 谁谁最担心的 也正是目前气象局预估的路径 台风沿着台湾海峡北上 一边吸进大量水汽 另一头倒进大量雨水 整个西半部都无法倖免 尤其当泰力走到台中桃源外海 加上强劲西南气流 中南部将会再度陷入暴雨风波 泰力速度虽然快 但是从台湾西南方直扑而来 登陆登陆已经不是重点 双重西南气流即将带来的风暴 恐怕让历年的台风灾害 再创新纪录 专门新闻五地温热王嘉林 台北报道